周周中最失败的角色 一、差点背叛同伴的潘纳科达福格 福格的替身紫燕可以说是周周最具人气的替身之一 毕竟巴黎的紫燕秒天秒地秒红王 但潘纳科达福格却是比较失败 属于前后割裂感特别强的角色 按照故事背景 潘纳科达福格出生内布勒斯豪门 智商达到了152 在整部周周也可以排入前五 13岁就考上了名牌高校 和小飞机不同 福格是真正意义的天才儿童 但正如替身是一个人内心的映射 在看似冷静的外表下福格的内心是十分狂躁的 其实了解了福格的成长经历 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和小队的其他人一样 福格对布加拉提是十分信任和忠诚的 但在布解决定反叛老板后 福格却做出了一个最正确的选择 那就是脱离小队选择留下 作为热情的直属下小队 福格对热情的势力是十分清晰的 小队实战手去一指的钢链手指 都让老板打成了重伤 傻子才会和你们一起去挑战迪亚波罗 如果迪亚波罗直接派出两三只小队一起上 布加拉提早团灭了 但正是因为这个聪明的选择 才让福格这个角色变得十分愚蠢 福格的选择乍看之下很正确 既保全了自己又没有被刺布加拉提 可是迪亚波罗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会放过反叛者 福格怎么可能会天真的认为 自己从小队退出就能万无一事了呢 福格选择自己留在岛上的结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独自一人面对迪亚波罗的刺客 甚至可能面对非红之王的猎杀 毕竟迪亚波罗放过不解和融融不是打不过 只是不想暴露自己罢了 所以在原本的设定中 福格不仅仅是从小队退出 而是直接背叛 在原稿的剧情中 福格为了保命被刺布加拉提 在即将得手时被融融阻止 最后被乔鲁诺打败并结果了生命 不过由于这种剧情不够王道 所以最后成了废案 福格也从一名潜伏的刺客 变成了失忆的流浪者 但参考下黄金之风反派角色的存活率 我觉得把这段加上去 其实要更加的合理 也更符合福格这个角色的人设 可能是为了顶包 后来荒木又设计了乔可拉特这个角色 如果把这两这个角色放在一起 你会发现他们相似点蛮多的 替身都有强大的杀伤力 两人都是高智商内心 都有着难以自制的欲望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百科的视频 还请大家多多支持 感谢观看